大家好,我是關志恒,今天和大家討論股息率這個問題 為什麼突然想和大家討論股息率呢? 因為我發現有很多人都不清楚股息率是一個什麼事 經常都聽到高息股高息股,但其實高息股是如何來定 如何去計算,其實高息股要注意什麼 我相信有很多投資者都不太清楚理解 除了在價錢上賺價之外 其實股息的收益也是投資股票一個很重要的投資回報 大家來清楚這些股息的回報率如何計算是相當重要的 這些高息股票在跌市的時候相對的股價是比較穩定 有利於一些比較穩陣,或者偏向保守的投資者 以及不少長線的投資者都比較喜歡找高息股作為長線投資的目標 其實股息率很簡單,如果看數息來說 就是股票派息的金額除股價成100% 即計算百分比就是股息率的計算方法 我舉個例,如果一隻股票派2毫指息,現在股價是1元 其實股息率是20% 但是一個這麼簡單的數息計算方法 為什麼還有很多混淆或者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有些陷阱其實我需要大家去講清楚一點 第一,股息率會有幾個不同的分法 第一,一個叫做歷史的股息率 歷史股息率即是我們用已經公佈的股息去計算 另一個是預期的股息率 我們未來將會派發的股息 這個是預期的去計算 但是這兩個大家知道 第一,如果是用歷史的股息率 即是說已經公佈了 公佈了股息的派發的金額 不代表下一次它都會派那麼多 所以說從一個歷史股息率去計算 有機會其實最後會失去預算 至於你說預期那個當然會比較準確一點 例如我現在投資某一隻股票 我預期它的股息率大約會有幾多 但是這個有一個不確定性 你說一般我們會怎樣去考慮 或者我們做分析員的會怎樣去預測這些股息呢 我們有一個就叫股息支付率 或者我們叫股息發放率 英文就叫Different Payout Ratio 這個就是說股息佔過盈利百分比大概會是多少 這個就很多時候我們的分析員都會作出一個預計 亦都會作出一個統計 究竟每隻股票大約會佔多少 如果我們有個數目會知道的話 我們就可以預期到接下來它派的股息大約多少 在這方面我可以用一隻上年新上市的股票鐵塔 你會發覺它剛剛新上市當然未派過息 但你會發覺有很多分析員或者有很多傳媒報道都說 這隻將會是一隻高息股 其實為什麼呢 它未派過息 為什麼說它是高息呢 其實最主要當時因為主席已經說明 它的股息支付率是差不多去到50% 去到差不多一半 就是說我賺到多少錢 一半會派出來作為股息之用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它報告出來之前的盈利 去預算一下它接下來會派多少息 然後計算它當時後的上市發行價 就可以計算到一個預期的股息率出來 但是大家有些誤解需要大家去理定一下 既然是這樣其實公用股算不算高息呢 例如大家都經常說煤氣3號 大家留意它歷史現在股息率只是1.76% 其實不算高息的 到回頭內銀是比較高息的股票 但是另一點大家要留意 REIT這些房地產的信託基金 很多時候你看它比較高息 但是大家要留意 因為它很少是有價錢上面的上揚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的內容 如果大家對我的分析有興趣 可以上回秒頭找回關智行 去看我其他的分析 多謝